就是這座停車場 平日收費半小時10元 假日半小時15元 一旁還寫了 無當日最高優惠 你看到了嗎 陳先生的兒子 一停21.5個小時 要價645元 取車時很傻眼 因為一旁還掛了紅色布條 月租1200元 這付出去的錢 等於可以停超過半個月了 最近的一個停車場 新開的 他以前是在民族路那邊的 那邊是有最高的 那個當日最高的那個金額 你每個月是才1200 1200 如果說你過了一天 他就600多塊 那個選擇也是很不合理 他向議員投訴 議員一查 全嘉義市27座公辦民營停車場 每一座都有訂 當日最高停車收費限額 從180元到250元不等 偏偏只有這座新設的停車場 沒有優惠 45元 我一個月比較清晰而已 我就頂一天 沒有優惠 這個地方是屬於 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一個運轉的地方 要於當日有最高線路 24小時就要多少 會傻眼 可是會覺得自己人 沒有注意到會懊惱 民眾也覺得應該要有 當日最高限額才合力 那這個廠商就是 他現場有標明了 無當日最高費率 這樣意思就是說 使用者依照他實際停放的時間 來顧費用 這個標示其實很清楚 公辦民營停車場 針對臨時停車費用 及月租費都有訂定標準 但並沒有規範 得提供當日最高費率 因此業者並未違法 民眾想長時間停車 真的得仔細看清楚 才不會繳費時深感懊悔 TVBS新聞 季健亨 嘉義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